有看到他脫皮嗎 你看 連屁股下面的都脫下來了 你好棒喔 好厲害 你可以跟媽媽說 我讓毛蜘蛛在手上 好喜歡他們那樣很 單純的感覺 對 跟他們相處起來就會覺得是 對 蠻互補的一種快樂 小時候那時候也不知道我是過動 那不被了解的狀況下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 我是一個好像叛逆的小孩 譬如說我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我媽是這麼要求我 因為我不知道那是一個 根本無法控制的狀態 所以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說好 可是下禮拜就是一模一樣的老師 一模一樣的課 所有狀況都會一模一樣的發生 就是那種狀況你是控制不住的 我三那時候真的有很喜歡一個女生 對 只是都 就覺得應該一輩子不能講的 因為我本來就很像男生嘛 然後甚至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就是我 我已經是當作日常習以為常 會被人家不友善的一些對待 可是我不會去跟人家講 其實去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還是會覺得 就是真的遇到蠻多的 整個頭插進去很像在敷臉 很陶醉喔 像剛剛你看 我把它抓起來它感覺很不高興的 或者很緊張 可是每一次它這麼躁動 然後我一把它放到果凍中 它瞬間就 就是很享受的在吸那個汁 我覺得很滿足 其實就是一種療癒的感覺 這麼簡單的昆蟲 我們看似簡單 它們會做很多我們 超乎我們想像的事情 我很長的時間 我的壁值是用滷肉飯來算 鋪頭其實是 十年都沒有錢的狀況 那時候第一筆進來 其實那時候才兩萬多 可是對我很 因為它排了十幾堂客 給我吧一個月 哇超感動 對那時候去吃牛肉麵 真的是 就是邊吃邊哭 要不要吃吃看 對 可以大隻的糖嗎 還可以吃鳥 可以 我覺得我現在生活真的太快樂了 就是 我連 我的所有的工作 不管是當昆蟲老師 那演講 像出書之後現在很多演講 我就是很喜歡 分享 面對人群 那 寫作畫圖也越來越順 也很喜歡 可以用我的圖文去 就是分享我看到的很棒 世界是 事務 我很有興趣的 其實我有這樣的爸媽 遇到糟糕的是 我真的講出來 他們也一定會支持我 那個感動是很大的 就是覺得 他們以我為榮 不管我是 什麼樣子 應該後來就變成說 我覺得我以他們為榮 我對於你的女兒 很帥這樣子 所以 做自己就 就對了 哇